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引力播测评,我是廖虎 大家好,我是龙希利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测评就是来自P2S S1系列的一个新款 应该是刚引进到国内的S1系列 他们的S1系列我们已经做过S1 standard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测评的吧,紫色 那么今天做的呢,全部都是它的Custom系列 那么Custom系列有很多的版本 我们看到现在廖虎少拿的这一把呢 就是它是一个标准款 然后这里的地方就躲了一个半孔的一个设置 看起来是挺赏心悦目的 因为我手边这把S1 custom呢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搭盲目的这么一个贴面 应该说是铁皮,它这个贴面是这个缝墨 待会我们会说的 然后还有那边的那一把S1 custom 技术上再把它改成了一个双摇的设置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双摇和这把半毛目呢是Custom24 那这把半孔呢就是Custom22 OK 它有个普通的一个版本 然后普通的这个Custom22的版本 就是品数变成22品 前面这个使用器挪了一下位置 其他都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琴的一个大体的这个配置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琴体呢是桃花心目的 然后琴颈呢是这个缝墨的 品格分别是22和24 琴颈的形状呢是以宽和包围住的 这版的木料呢都是玫瑰木 这版镶嵌的是小鸟 这版的弧度呢是石 然后它的这个金属键都是PS 自己定制的 嗯 都是银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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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摄影器呢 是一个8515S 这么一个摄影器型哈 那肯定跟那个 他们自己 煤厂Q9系列的 这个 摄影器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数据吧 可能 嗯 这摄影器 只不过说那也是煤厂 这些还是印度尼西亚厂 嗯 那么音量钮呢 是有一个 嗯 然后下面呢 那个是痛扭 这个痛扭呢 可以进行一个提拉 以做到 它的两个摄影器 都被切单 然后它的这个拨档呢 是三段式的 OK 我们听一下 这个切单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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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还是比较的清透清亮 嗯 跟那个半空比起来 它更加的结实一点 嗯 然后也比较的清晰一点 对,那我们听到这把琴呢 基本上呢就是这个Custom系列的一个大概的这个颜色 那么Custom 22和24的之间的区别呢 我更觉得比较大的是在于它的清净适应器 对,往前挪了一点之后呢 它会感觉更加的温暖一些 当你使用清净适应器的时候 大概就这样 那么可以从这个一些系列上面看到 这把琴的整体还是比较漂亮的 特别是它这个铁皮使用一些赏心悦目的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铁皮啊 其实它是有这个铁面的 那铁面就是一层很厚的一个风目 大家从侧面可以看到 就能直接从它的音色上面反映出来 它的音色的整体会比它的Custom 不是PS SE Stand又来的更加的结实和更加的清晰一点 这是我们发现这几个优点之一 那么演奏手感方面呢 还是比较的舒服的 没有感觉任何的不适啊 尽管我没有太熟悉这支琴 那拿起来直接就谈了 而且这个玄具啊 出厂的时候调的也特别的舒适 没有很高 然后每一个地方都很合适 然后我注意到它这个情境 它是一个三平的风目 这样做的这个作文应该是让这个情境更加的稳定 对抗不同的那个天气变化啊等等 那么我们也看的话的情体也是有类似的不能说是问题吧 一个情况的 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情体是三平的 有些情体是双平的 甚至有些情体呢 可能是四平的 有些也是鞋平的 嗯 但这问题呢 就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了 对省了是吧 对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一个这种心理上的一个芥蒂 但它其实音色呢 其实不是影响的特别特别的大 相对来说呢 粘贴的会更加的稳定一点 嗯 形起来不错 特别是切单之后 嗯 嗯 之前用那个Standard系列的时候觉得好像 切单没有那么舒服 嗯 这个切单之后就变得很清晰很清亮 对 而且那个薄片的触感还是保持的很好 这点挺难得的 对 但是呢 必须要说就是 它切单以后 声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耸一点 嗯 只是说会比它的Standard系列要稍微好一点 嗯 那么其他方面呢 就是可以注意到 呃 它的这个青头的这个PS logo呢 这两年换成了这个 我没记错换 可是18年以后 还是17年以后 就换成了他们话题的这个PS 这个字样 那么他们去掉了这个大写的P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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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一把算是PS里面 PRSSE Castle里面最贵的一把琴 也是最特殊的一把琴 那就是它这双摇设置 你觉得这双摇稳吗 这个双摇还是比较的稳定的 我们可以注意它的零售价 这个琴几乎比那些不是双摇的 贵了一千多 它就是把那一千多 全都花在这个琴桥上了 结结实实 而且这个琴桥 就是很正经的那种FR的琴桥 各方面的性能很好 而且它调的出场的时候 也很有弹性 你这种打的时候 它会上下的变成一个忏义 那我们大概都听到了这三把琴的声音 我们来说它这三把琴有些 一起消耗的问题吧 但是不足以让大家就拒绝这把琴 首先就是它的一些油漆的这个供应上面 它油漆的供应上面并没有 像它的煤尘样 那么那么的严死和风 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一些疲漏的 我们这些琴里面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疲漏 但是这个其实是还好的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纸板上 还是会有一些抛光高的一个残留 可能也是这个工时 它不够长 它可能没有时间 那么整体来说 其他的这个抛光 还是算还可以的 对没有一些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相对这个价格来说 我觉得已经做的算是中规中绝了 没有特别特别亮眼 但是差不多 这个贴皮特别特别好 你真的都感觉是一体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 这个这个挺了不起的 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很长 有很长历史的代工国家 我觉得他们这个品质 首先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选择的阻力感 不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转起来会觉得很松散 有点像坏的感觉 可能也就是成本就省在了 这些个地方 也有可能 但是这并不影响使用 但是使用的时候呢 必须要注意一下 很可能会因为碰到呢 导致你在演奏的整个 乐曲的连贯性就会 就会被打断掉 你练琴的时候还好 可能上台的时候就稍微要注意一下 很多朋友反馈说 这个双线圈 它在实际上会糊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的 所以说你可能只要在你效果器 或者之外的东西上面呢 需要额外的调下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双线圈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到底这把这些琴的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是怎么说呢 还是挺值得的 虽然这个价格呢 它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经验 还是说 当然就是这个琴 这个品质 这个银身呢 肯定就是这个价格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PS Custom PS SD Card 这个部分呢 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普通的 Custom 22 和Custom 24 然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双腰版本的 嗯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厂家 呃 不愿意推出或者不能推出的 这个空心版本的 对 半空的这个版本 它给了你这很多很多的选择 那么是肯定是为了适应 不同的这个需求的 当然了 它适应器还是没有变化 如果它能把适应器 相应的改变的话 那当然会更好 但是它这个价格肯定会上升 最后的重点就是呢 这些琴呢 在尼泊博 淘宝店里面都能买到 包括 SRANTONE的这个人马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觉得很不错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来购买 对 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琴 和这个人马 这个配合会是什么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影片 欢迎订阅